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7日有網友爆料 深圳開始實行核酸助連制 出入公司、學校等公共場所 不再掃場所碼 而是掃所謂的團體碼 一人不做核酸檢測 全員變黃碼 那就比梁文靜厲害得多 根據群組聊天節號 當局還要求各園區企業 落實下再管理 你必要忙的單單 現在很多人都覺得 沒必要表演 我小區出門要24小時 核酸 音訊分明 肥腸要探 到很多場所要減排 很多核酸 連小區都需要回家的工作 深圳市民表示 公安、社區和單位 以防疫之名嚴控老百姓 團體碼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 變本加厲控制老百姓 引起民怨沸騰 其他人進入防疫區 綠馬就變成黃碼 對疫情出來 現在不能黃碼 現在好多人 現在好多人 都會殺害了 都會殺害了 防疫罪 現在很多人 都會殺害了 我家律師要 你實力的選擇都好幾萬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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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媒體報道 上個月 深圳市教育局 在全市的中小學校 幼稚園 以及龍華區多個工廠企業園區 推行使用團體碼 官方的做法引發民憤 有網友發貼白 深圳疫情防空已經到了這麼變態的地步 學校、公司、社區搞團體碼 一人不做 朱年久做 真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還有網友質疑 深圳是建了核酸產業園嗎? 現在公司都要搞團體碼 來控制員工 有沒有及時做核酸檢測 什麼時候做核酸檢測 有沒有打疫苗 一個個隱形的電子療構 層出不窮 除了團體助連發 中共還推出 由孫仔、孫女 迫爺、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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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疫苗的辦法 網上傳出相片顯示 7月25日 江蘇毛石市雪浪中學向家長發出通知 說接到上級通知 生生報導當日 還需要攜同居住在毛石 年滿60歲的爺爺、媽媽、外公、外婆疫苗接種證明 否則一律不准報導 消息一出 網上一片雜麻聲浪 有網友說 共產黨此舉是公然威脅小孩和家長 在強制輿論壓力之下 孝芳說 已經取消這個措施 新生只要提供家屬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立即可以入學 湖濱區教育局就表示 已經責令雪浪中學進行整改 近期 中國多地強制60歲以上的老人家接種疫苗 例如不打疫苗 就停止發放退休金 甚至豬年家屬 公職人員就被停職、停申甚至開除 也有些地區採取高額未有方式 向老人家發放獎勵金額 高大人民幣8千甚至一萬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LUO MING PAO CANADA WLUO MING PAO CANADA